千金乃玉豪主舟 万金乃悠好教学 欢迎来到给肥龙一盒桌游 传说山羊组入星辰宇宙 导致世界大乱 时空扭曲 总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星灵王 他用尽了全力 终于把山羊封入卡中并分散各处 但星灵王也气力耗尽 玩家们将带领着自己的种族 圣果成为新人的星灵王 在开始说之前 要先来了解组牌规则 首先双方选择卡好一种种族的卡 种族可用走下掌来辨别 跳出名称不重复的卡一到二十张 写好要用的种族卡后 从自己有的中立卡牌中 跳选不重复的卡 补接牌组公开十张为止 中立卡牌就是左下角 有中立关键字的卡牌 另外卡牌右边中间有出字的 在表词卡学魔法卡 整个牌组的魔法卡 这个数字的总和 必须再输一下 之后就可以看到场地设计 长得最像山羊的人当起始玩家 或猜拳绝剑也可以 将移造无价限卡 从起始玩家 右而走生命放置 将自己种族的种族卡 放到右边讯演种族区域 这些公开资讯 做好的排库面朝下行云 并给对手切牌后 至于右下角排库区 纳出没用到的排面朝下 至于做下角扫饼人森林区 此区章数行为无限 双方玩家从自己排库中 臭区十张成为首牌 并皆可调度皆多一次 之后就可以开始了 游戏的目标非常单纯 就是让自己的卡片 尽可能活在场上 因为游戏结束后 还在场上的卡片才能三分 而分输就是下方黄色星星的数字 最后分输高的圆获得胜利 玩家回合流程列在画面上 特别先稍微检索过去 之后的环节都会逐步说明 其中后面三个阶段 被称为主要阶段 游戏卡牌会有此关键字 游戏卡牌中 单位卡基本上有限制打出时间 而魔法卡会放在卡片中央片上 来提醒打出时间 其余魔法卡席者可参考这顶留言 另外游戏结束方式较为复杂 会放在较为后面的环节解说 下面将开始讲解游戏的详细流程 抽牌阶段 当前玩家尽可能 从自己排库抽两张拍入手 然后就直接进入防守阶段 此阶段会对战线逐条结散 对手上回合宣言的攻击的单位 这些游戏的特色 自己回合宣言发动攻击的单位 都会等到对手的防守阶段才会结散 剪完研制宣言攻击后 对手会先抽两张拍入手 并且在防守阶段可做对应反应行动 详细的战斗流程将在后面环节说明 有效可以先跳到这个时间点再返回这里 战线处理完毕后 就进入召唤阶段 尽可能召唤或先击出下好一个单位 召唤可从手上打出一张单位卡 或从小旅园森林区 面桥萨拿一张牌入场 召唤出来的单位都必须 放在前排任意空格 除非前排已经满了 才可以打在后排 另外卡牌由上角若有行星符号 代表此卡牌必须吸取 自己尝详对应数量的单位才能打出 将气质的排放落入地区 召唤完毕后就进入战属阶段 会从薰炎进攻与不阵调整 选一支行 够薰炎进攻 就将自己抢上 任意数量立即的单位协放 代表进攻 记得战斗都会 在对手的防守阶段才结散 若选择不阵 尽可能召唤下好一个单位 但此事不可陷阱 召唤完毕后 可调整队伍位置 且后排都可任意调整 唯独到回合打在前排的单位 到回合就仅能在前排移动 之前回合打出的单位不在此线 却认好后 就进入最后的结束阶段 单位可能会在此阶段发动效果 然后当前玩家手盘 继续到休息中 另外此阶段 也可提前宣言提早结束 这个在经说完战斗流程后 会进行说明 接着开始讲解战斗流程 首先卡牌攻击力 就是卡牌相方肩的符号 里面的数字就是攻击力 游戏中平手仅功发挥胜利 另外这个肩符号 可能有各种颜色 代表特别效果 但此短落紧讲解基础的流程 而宣言攻击的时间点是 自己回合战术阶段宣言 然后会到对手回合 出牌阶段后 进入防守阶段后才结散 而结散会从战线一开始 逐条结散 每条战线结散流程如下 再 若此条没有任何单位协放 则无事发生 第一 若此条有单位协放 代表有战斗发生 首先协放且照靠前排的单位 会对对面照靠前排的单位攻击 对破坏的单位 会被移动到对应玩家的目的区 若攻击的单位战斗后还在场上 此单位改为横距 会一直重复结散 知道此条战线 没有协放的单位位置 要注意的是有些单位 可能会给隔壁灵机效果 但结散战线 只从一结散到五 因此提供的灵机单位 若在前个战线被破坏 就无法给下个战线提供效果 另外若玩家队 无法被进攻的单位进攻 或者对一个空的战线进攻 这些都是为没有战斗 因此这些有协放的单位 会被强制立直而非横距 异常是游戏的战斗流程 下方开始讲解散分 与结束方式 游戏结束时 计算自己在场上的单位 下方星星输 游戏分输 可能与卡牌效果有关 记得计算 上完后高分准胜 若平手则候手玩家获胜 而结束的方式 留以下几个 强制倒数 当其中一方排枯空了 就自动进入倒数阶段 从当回合开始 每位玩家回合结束时 密切战先卡数字最大的横距 这其实为了仿呆没有特殊意义 直到意义被横距后 游戏立即结束 且在后一回合不能宣言进攻 另外在强制倒数发生前 任何回合的结束阶段 当前玩家可宣言提早结束 有两种宣告方式 且当下必须符合宣告条件 单位压具 当前玩家场上单位较多 且与对方差距在赛衣上 分数压制 当前玩家场上单位 总分在15分以上 不管哪种方式 宣告后在下个自己的 召唤阶段开始前 若还许有达成宣告 宣告准备的要求 就会无条件结束游戏 计定3分 例如玩家总分15分以上宣告 那就会在下次 自己的召唤阶段开始前 确认是否还保持15分以上 若有则强制结束并3分 以上是游戏的基础规则 盖游戏基础规则中 有几个重要的专有名词 再次浮在画面上 也会放于迟景留言 另外此游戏为TCG 必然会有新的名词或判例 也会放于迟景留言 请执行去观看 下方看到游戏的心得总结 心灵王 是款有局简易 好小手的TCG卡牌对战游戏 游戏中简易的组牌规则 与限期20张的牌量 也让游戏时长不会太长 可爱风趣的卡牌美术 与各种种族也很吸引人 想要尝试新的TCG的玩家 可别错过了 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 请帮忙按订阅 喜欢 留言 每个礼拜 铁非容易合作有频道 会有芯片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